同样是拍女性被骚扰的镜头 贾玲和张艺谋的态度天差地别 你看在电影《第20条》中 赵丽颖饰演的好秀萍被参霸的儿子欺负 撕破的衣服凌乱的发型 以及瘦小的身躯 让不少观众感到震惊 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无奈痛苦绝望 还有王永强被狗链拴在门口的这一幕 更是直击观众心脏 张艺谋导演选择把镜头对准受害者 放大他们的苦难来推动影片的情绪 可反观同样是拍摄女性被侵犯的贾玲 她并没有把镜头对准女性 而是转向了猥琐男的脸 这样的拍摄手法 不仅凸显了骚扰者的丑恶嘴脸 也在无形中保护了女性角色的尊严 这种无声的指责更加震耳欲聋 贾玲作为女性导演 她知道相比于同情受害者来说 激发对施暴者的愤怒 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事件本身 而这一点也引起了不少观众共鸣 或许也正是因为在细节上的处理 所以贾玲的电影能领跑今年春节的 不过总的来说 不管是第20条还是热辣滚烫 都是不错的电影 两位导演各有各的优点